南瓜在远古时期没有驯化之前是又苦又硬 不能吃的你知道吗 那它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遍布世界 进入大众的餐桌的呢 大家知道我在老家种了一块菜地 我挑了一块最差的地种了一片南瓜 这块地旁边有树遮挡 土壤也别板结 因为南瓜皮势真的是差当拿活 如果给足了肥料 它会如鱼得水 等藤蔓长长了 基本就不需要除草了 病虫害还比较少 主打就是一个粗放管理 南瓜是葫芦科 南瓜鼠一年生慢生草本植物 藤蔓呢十分的粗壮 分身能力很强 南瓜是雌雄铜珠异化植物 雄花呢占多数 雄花里面的雌蕊的柱头退化 雌花比较大一点 雌花里面的雄蕊退化 一般是以昆虫和蜜蜂来传粉 雌花后面的这个脂肪膨大 就形成一个个的打南瓜 我种的这个品种呢 应该是葫芦型的 所以葫芦科的拉丁文 和南瓜鼠的拉丁文 库库比塔 是葫芦的形状的意思 它的叶片宽大 上下密皮钢毛 叶柄是中空的 南瓜的叶片这种结构呢 在野外如厕 救急是非常好用的 几片叶子叠起来用 但是呢 一定要正面朝上 其实这个主藤蔓 长出来这个分支 应该把它掐掉 因为我回来吃了 浪费了很多的营养 这个磨顶打叉的嫩精叶呢 其实味道也不错 而且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纤维素 所以南瓜 有磨肠草的别称 打了这么多的长叉 中午就炒了一盘 南瓜花的味道 其实更好 只是我呢 舍不得破坏它 让它长大南瓜吧 南瓜是原产自中南美洲 原始的南瓜呢 因为富含葫芦素 是又苦又硬 人类是难以使用的 当时呢 只有大型的动物 像猛马象这样的 就可以破壳 并且能够依靠呢 粪便里面的种子传播 也许是机缘巧合 人类选遇到了 尚可入口的南瓜变异品种 一度在南美洲流行起来 而后哥伦布呢 发现了这种耐储存 并且可菜可凉 可甜可咸的 多种食用方法的优点呢 就传入到了欧洲 在明代的时候呢 由东南沿海 首先进入了中国 所以叫南瓜 李世珍说 南瓜种出南帆 转入敏哲 进燕京住处 已有之夜 所以福建奢祖的方言 叫南瓜是Punkin 同英文的南瓜 Punkin 翻译几乎一样 这个呢 是东南大学 专门研究作物史的 李先生老师的 书里总结的 而且他在书里 列出了各种作物 引进中国的 有史料记载的时间表 看南瓜 就是明朝嘉靖年间 福宁周治记载的 这本书啊 我出窗也有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李先生老师 刚开始传入我国的时候 以为是日本传来的 所以叫窝瓜 窝呢 就是矮小的意思 但是刚开始 传入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以为是 中国传过去的 所以日本 过去叫它是 糖茄子 南瓜有着 非常多的再配品种 有巨型的 鲜料用的南瓜 有甜度超高的南瓜 有专门种植 做南瓜籽的南瓜 还有现在口感是 板栗的 日本培育的 贝贝南瓜 我厨窗里也有啊 而且南瓜几乎是全身 可以食用的 食应力很强 在饥荒年呢 是非常好的救济食物 南瓜呢 一段时间解决了 人们的饥饿问题 民间有着各种 南瓜主题的进行活动 像西方的 万圣节的南瓜灯 感恩节的南瓜美食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呢 也有南瓜节 关注我和李新生老师 在那里了解 更多植物人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